在未來的日子裡我們將期待明雄的航太園區 中國與中國無人魚團隊 之前在關火頭前 去向無人魚重新應用和技術交流 其實我們過去這些年來一直沒有好的地方 好的一個環境去發展我們的航太產業 那這個機會現在有這樣的機會 形成一個好的聚落 然後讓台灣的一些做無人機的 這些比較先進的廠商能夠進駐來 大家互相做一些溝通整合合作 然後讓台灣的無人機產業能夠更有競爭力 然後做出更好的產品或技術 包括台灣希望創新 雷虎科技典都已經過來無人機的公司 只是在關火頭前來電視 晚上推出精彩無人機表演 我們跟全台灣所有頂尖的無人機的產業合作 那未來他們會進駐到台體大 這個方會的校園 那未來那個地方會再生重生 變成是無人機的研發基地 還有智慧製造的基地 那這樣的一個發展 實際上對整個嘉義兄未來 無人機的產業進駐 是一個劃時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尤其在明雄的航太園區 那54公頃其中有27公頃 未來也是要發展無人機 所以嘉義未來在無人機的產業裡面 一定會佔有一席之地 管理王長良說 配合中科音設計名向的航太園區 嘉義無人機的演化基地 未來進入台灣特有台學古校区 管理的結局合作和配合 讓無人機在嘉義來發展 帶動嘉義的科技產業 既然環佩改館彩虹報道 接著